各位現場的來賓武安 聚變台灣啟動長期能源轉型論壇 能源治理革新場次正式開始 請各位以掌聲歡迎主持人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詹長全院長 歡迎大家帶回來這個重要的會議 那我們今天下午有一個報告 那在這第一件事情我們要新任了 我們這個風景中心的幫忙教授 就二十分鐘沒影響 當時候有一個影響介紹 然後最後一個重點都是做的 那甚至請各位 大家這個掌聲 謝謝張老師 那謝謝今天來參與的各位來賓 那也非常感謝兩位參與 今天願意來跟我們分享 然後給我們一筆提交 那我們早上大家有提到說 對於追求長期的能源轉型 有幾個策略 那我們今天大一個時間關係 當然也覺得有優先進去 所以我們特別提出 人員自己的參與 還有地方人員自己的參與 這兩部分特別難關 這就是我們今天有關的 那接下來呢 到家裡到國會不會談工業的結論流線 這樣子 OK 好 下一張 如果我們談治理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 當然是以政府為核心主教 那當然 各位在座也了解 所謂的多元治理 都是從90年代 開始發現 政府的問題 在於是 政府一個人可以接觸 那政府自己的改革 也沒有辦法呼應 我們面對不可自禮的 這些問題 那所以 很多 特別是在歐洲 我們會不會邀請NGO 邀請民眾 邀請社區 一起來 對我們的共同目的 來進行治理 那所以 即便是以政府為優先 那我們還是要了解說 我們自己的對象 或我們自己的社區在哪裡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做了一些調查 那這位 也看到現在第一個 然後你的理性 那我們講說 那一個人的理性 就是了解一下 民眾的那個 的 原理知識 可以看到說 原理的關係 原理政策的關係很高 非常的高 就是 一般民眾 不只是所謂的關係 它非常關係 然後 但是我們又發現 一個有趣的現象 當然是 這幾年一直有做的 有關 對於能源知識的問卷 不是只有我們這個問卷 其實好幾個問卷 跟我們一樣有同性的問卷 大概就是 有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是大概一直以來 誤以為 合能是我朋友 最主要的發電方式 到高達四成 那當然 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的話 可以查一下 今天大概 大概就百分之十 那經濟增加到百分之八 百分之九 這是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 對於我們的 再生能源 或是未來的能源政策 綠能目標呢 不清楚的也將近六成 好 那我們當然做一些交叉分析 我們做一些交叉分析 發現其實大家關心 然後不了解 但是我們做交叉分析之後發現 其實大部分民眾是願意改變的 願意改變 那特別是 早上有記者朋友問我說 那改變到什麼程度呢 改變是不是願意到 譬如說像漲電價 課能源稅 那確實我們有發現 知識程度越高 然後瞭解能源政策越多 知道我們發電方式 是哪一種的 他們其實越願意改變到 我們如果講說這是非常極端的 就是以現在的 popular 民意來看的話 他們其實是願意改變的 好 下一張 好 但是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大家願意改變 那其實大家其實不太願意付出 大家去參與什麼活動 這邊就很高 OK 下一張 好 那我們接下來也看到說 獲得訊息 大家也都是想要找最便宜的 或者說最接近的 最不用付出成本的方式 譬如說看電視這樣子 好 下一張 那主要傳遞能源訊息的方式 也就是用手邊 你可以拿得到的 眼睛睜開來的方式 就可以使用的 那其實這個都 雖然大家願意參與 雖然大家願意改變 但是參與的情形不是很多 OK 好 那我們在想的是說 我們並不以此為苦勞 就是說大家願意改變 但是不願意參與 這個有個gap 我們試著去把它彌補上來 這也是我們講的 能源是參與治理的重點 OK 好 那我們再看看互動 就是說政府跟民眾之間的互動 我們看到最左邊 互動當地方政府說 我們有一些活動 邀請大家來參加 其實參與的人還是很低 OK 那大家看到右上角的這一個圖 可以發現到 其實雖然還是很低 但是大概也有20% 比最左邊的8% 還是高蠻多 超過一倍 也就是說大家願意改變 不願意參與 但是呢 還有潛力值得開發 就是說這20%說低也不低 其實也有點高 那大家參與什麼最有興趣呢 就是右下角 大家對於節電 然後省一點錢有興趣 當然這個是大家覺得 力所當然的 以台灣來講很常見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第三個 就是說 如果管一管別人的話 我也有興趣 管一管別人的空屋 管一管別人浪費電 管一管別人的話 我會有興趣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參與室能源治理 可能可以突破的一個方向 下一張 好 那我們在講人員 參與室能源治理的時候 這張圖 想跟大家講 就是這有四個人 四個人其實一個是推力 一個拉力 那千萬不要想說 右邊的NGO 或者是公民團員 他們是在往下推 不是他們是在拉 那我們發現 能源轉型的一個推力 就是說 建立政府 公民的管道 但是我們要強調的是 我們在這邊報告講的是說 這廣道是可長可久的 不要像幾年前 就只是開一個會議 而且是由上而下 設定好議題 開一個會議 而且可長可久的意思是說 今天討論的 今年討論的 設定的管控的機制 明年繼續討論 明年看看情形是如何 變成一個長設的情形 那第二個我們談到 那個公務員的培育 這個我們並不是預設說 公務員應該我們是怎麼去教育 反而是相反的 我們的培育的意思是說 其實有很多公務員有很好的ID 會有一些新創的ID 就像我們今年出的這一本 日常生活能源轉型 我們發現新北市政府其實有一些很 好玩很有趣的 他們自己去落實它 當然這個需要手掌的配合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講的公務員培育是培育 其實有很多公務員有新創的一些ID 他有能力 然後他需要一點空間 更需要手掌支持 然後去做某種程度 我覺得是搗蛋的工作 就是跟原來做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有可能他會得到一些創意 那接下來跨部位整個 早上記者朋友們也有問到說 跨部位整個會不會變成是大整合來 然後就是變成大家都很無力這樣子 不過我們要講的就是 成都早上周教授有講到 就是說以氣候變遷為主的 內閣的時候 大家想一下就是說 如果軌道是有附帶的價值 譬如說可以節能減碳等等 但是話要說回來 我們希望是想法 剛好是相反 也就是說我們為了節能減碳 其實我們再來推軌道 也就是說不是因為軌道的經濟效益 我們才推軌道 而是先有氣候思考 先有能源轉型的思考 再推廣軌道 好 那下一張 謝謝 好 那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蔡運勢能源治理 其實很多國家都已經在做 這也看起來很複雜 我只是要跟大家說 有好幾個國家在做 但是有幾個重點 就是說最上面的英國也就是說 他們前這些長色化機構之後 確實就是每年 然後依法定的程序 然後有管控 有監督 然後有執行等等 那我也想提一下最下面兩個 也不是只有在國家層級 而是在都市層級也有 那都市層級能夠做的事情 可能也會超過各位的想像 那譬如最下面的更特 那我也想跟大家強調一點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做可長可久的事情 其實像他們就有發行刊物 譬如說我們如何轉型交換資訊 然後定期的就變成是一個專業的刊物 然後民眾可以互相分享彼此學習 OK那簡單講就是參與室的 我們從參與室自己來看 現在的平台有幾個挑戰 也就是我剛剛大概也有提到的 就是說目前大眾還是不太了解 主要發電方式 大家的素養還是有在提升 那現行的管道 雖然是看起來有啦 看起來好像有 譬如說能源轉型買付 看起來好像都是有大家互動的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可長可久的常設機制 那我們一直覺得社會學習的平台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 可能各位有注意到就是 其實就是昨天的新聞 有關於太陽光電屋頂 其實地方政府推的很少 但是我們想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民眾跟政府之間的互動 其實有時候活絡程度不如民眾跟民眾之間 民眾知道需要什麼 民眾可以知道有一些哪些策略或者是技巧等等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社會學習的平台意思是說 不同的民眾他們在買一個方案有在執行 有在成功了之後可以變成一個formula 然後可以彼此互相的分享這樣 那最右邊的跨部會整合不足 那一直以來是我們的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是以氣候變遷或能源轉型 為導向的話 很常我們會以先射箭再畫吧 就是先有的計畫 然後都是用配合的方式 而不是整合 那目前我們發現有幾個問題 好 謝謝 那這一個圖 我們有很多意涵想要在裡面想要講的 就是說我們希望在政府裡面 不同不會像齒輪一樣 那我們不希望這個齒輪只是有一個在動 然後勾連的其他在動 而是好幾個一起在動 那好幾個一起在動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如果只有一個在動 雖然是近摩擦力很小 可是它動了之後 我們想要講的是說 有時候最主要的那一個如果不動了 其他就不動了 那現在能源政策 大家一直很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是不是政黨輪替一輪替之後 那個主要齒輪不動了之後我們就不動 但是我們想要在蔡運輸自己講的是 好幾個齒輪一起動 所以變成你如果要強迫一個停掉的時候 其實其他還是會一起動 那在這邊我們也看到社會大眾 這邊我們畫兩個圓圈的鏡頭 也是我們一直認為 有時候社會方案 其實會比技術方案 對能源轉型還有氣候變遷 可能會更有效 OK 所以我們不應該忽略 我們現在社會的能動性 在很多社區 其實都有 目前都有很多 節日減探等等環境的運動 OK 好 下一張 好 那我們提出 詳細的東西都在我們的報告裡面 但是我們想要提出 解明二葉有五個策略 那當然建立民修的轉型 治理體系也就是 我希望我們的治理體系政府內部 會有導彈軌的機制 就是會有一個創新的機制 本身就容許有創新出來 那能源素養 這需要教育體系 那也需要一些轉型研究的機構 智庫還有大學一起合作 那相關的規範跟參與基礎 我們希望這個創新是可以營造出來的 而不是我們就是丟在市場上讓它自己出現 而是我們透過資源的投入 然後制度的建立 然後讓它營造出來 就是領導者如果願意有創新 被導彈的機會 這是一個制度 其實就是在跟大家宣告說 創新是有機會 OK 那能源轉型主流化 我想我就不重複 因為早上周教授的報告 也跟各位說明很清楚 下一張 好 那接下來我們從中央之後 我們覺得地方很重要 那地方 能源治理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途徑 還有一個想法 那我們知道我們現在目前 在目前為止 全世界有大概一半的人住在都市裡面 2050年的時候會高達70% 那這個不是人口就直接等於能源的耗用 其實在都市的能源耗用 會比人口數多很多 下一張 OK 那目前絕大部分的那個溫室氣體呢 70%以上就是在都市 然後能源耗用60%就是在都市裡面 OK 那能源 城市能源治理有時候 目前會被視為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 有時候國家 前前後後 前後不一 然後沒有辦法下定決心 反而都市或城市的治理 是有彈性 有空間 而且有能力 而且應該去做的 OK 好 那我們在這個報告裡面 我們有借助我們看到日本 其實日本跟我們蠻接近的 很多 當然很多層面 在能源這個層面也很接近 但是能源 日本在輔導事件之後 有做了一些蠻大的改變 我覺得他們面臨的問題跟我們很像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說 地方不太願意動 或是地方不知道怎麼動 那我們在想 日本到底怎麼做的 那當然它有法治上面 地方就是創生的這個法治 然後呢 中央政府也 撥預算 然後是沒有條件的 也就是說 讓地方政府可以自由發揮 然後往這個方向 只是規範性的 那我在想說如果 地方政府有更多的權限 有更多的平台是可以這麼運作的話 其實地方政府從日本的角度來看 其實他們是蠻活絡蠻積極的 那這個可能是我們台灣可能可以參考的 好 那看完日本之後 我們可能也會想想歐洲 那歐洲我覺得有一個蠻有趣的 就是說現在 歐洲大概有8800個城市 加入了這個公約 就是市長的盟約 8800個城市 大概就是歐洲人口的一半 就是說超過一半的是自己想要加入 在盟約裡面互相學習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社會學習 其實城市之間的社會學習 有時候非常有效 因為它有制度 然後有市長 有領導人 然後有預算 那我們這邊簡單做一個表 也就是說 其實不管你是不是已經在做 城市的能源治理 你加入或不 你是已經有在做或沒在做 加入都會有些好處 OK 那我們就會發現 我們簡單整理的一個表 就是說 你如果本來就已經很強了的話 你會讓你越來越強 就是對於地方的能源治理 當然你如果本來就不熟悉 你加入了進去之後呢 可以很快的 我們有時候講就是 後期的一個優勢 就是說學習大家的方案 那這個我覺得 在台灣可能 我們也可以效法 當然我們目前很常看到的是 我們很多城市喜歡比 智慧城市 喜歡比 綠能 各種城市 我們都去外面比 但是我們想要講的就是說 誰會瞭解台灣最多 自己瞭解自己最多 OK 其實為什麼我們的都市 我們的城市 沒有辦法互相變成一個盟約 大家彼此互相學習 那如果大家還記得齒輪那一張圖的話 我們更想要講的是說 那個齒輪的兩個很大的齒輪 我們其實擺地方政府 也就是說地方政府 它齒輪的能動性其實 很有可能會比中央政府還要高 然後動力還要強 OK 下一張 好 那現在地方能源治理 我們自己也去做了一些實地的研究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可能也不拖大家的意外就是 地方政府有建設局 然後有環保局 然後有秘書處等等 不同單位在推 那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 只要是不同單位在推 就是表示 這個也就是推的另外一次 大家把這個業務往外推 OK 那這個是我們覺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會往外推很重要的原因是 當然也沒有資源 沒有人員沒有預算 那這個都是我們在講地方自已的時候 然後我們希望地方如果更強健的話 它其實跟我們的社區 跟我們居民 其實最接近最靠近 那目前有幾個問題 OK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 還是可以看一下報告 這樣 OK 好 那我們就提了幾個藥方 那這個藥方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樣 就是說看起來光免堂皇很規範性 但是其實我們在報告裡面有實際的講 怎麼樣做的一些策略 那譬如說我們講賦能地方政府 也就是我們希望像日本一樣有一個法治 然後有一個預算 讓地方政府有機會 OK 那第四個譬如說像是長期規劃能力 我們希望地方政府是有一個專責的單位 有人員 專業人員 常駐然後去跟地方的人員做研究 然後做推廣或者說實驗這樣子 那激發創新的策略呢 我們有時候知道 其實高手絕對都在民間 那高手在民間 最接近民間有時候常常是地方政府 那也最願意讓民眾可以試 覺得可親信的 也就是在地方政府 OK 我們希望透過這幾個手段 然後重塑地方的能源儀式 OK 那我們在每一個六大的治理方案 我們都會提一個低中高的策略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做什麼 就是低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在地方的話 其實地方其實就可以定 地方自治條例等等的相關規定 那中的話呢 也是說現在可以做 但是現在可能還不能達到目的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 可能中期之後就會達到目的 譬如說地方制度法等等的法 法制 中央法制的規定 那高的目的就是未來我們的願景 就是基於低跟高之後 其實高並不是說難達到 而是是低跟中做到了之後 高其實是很有可能會自然而然 就克服了近摩查理而得到 那我們當然希望高是可以達到碳中和 地方不同的縣市政府 這樣好 下一張 OK 太好了 那我就講到這邊 那就謝謝大家的聆聽 那希望待會可以有一些 跟大家意見交換的機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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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從這個 業的使用者 還有從這個公民的角度 他指出了在這個 運動轉型的事上面的一些 目前重要的一些貨幣 跟政府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機制 這樣的方法 從政府裡面講的很多 然後我們接下來是要請台北大學 請教授從市場面 從金融面 看看說還有什麼 正在這個專頁上可以強化這個制度 請教授